一看見竹筒鋪滿 維多利亞之家的院友們 紛紛拿出身上的零錢 捐助善款 而她總是給的最多 這是向朋友勸募而來 雖然又病又窮 在慈濟志工的陪伴下 也都懂得能夠付出救世福氣 也讓第一次來參加的社區志工 印象深刻 幫忙打理門面 整理環境 定期的關懷 感情早已如同一家人 善的循環更是讓彼此更有情 大家新聞 斯里蘭卡綜合報導